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今年迈入 第167年的基隆中原季 预计7号登场 为了配合防疫 市府也宣布相关纪典科仪 改采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而众所期待的放水灯花车活动 也不会开放徒步游行和表演 避免群聚感染 桌上摆满米雕作品 各个小巧精致 基隆市府举办中原季宣传会 预计活动在7号登场 为了配合防疫 今年放水灯花车 没有徒步游行和表演 也不开放民众参与 重要的祭典科仪 也改采网路直播的方式 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因为防疫的关系 我们就尽量要求民众 不要集中来復顾 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还能够继续举办 传承100多年的基隆中原季 实在是很不容易 准备了线上的活动 也让民众在线上 就可以参与 今年中原季的一个祭典 基隆中原季 今年迈入第167年 市长林又昌表示 中原季除了是重要的民俗活动 也是为了把这个传统 传给下一代 像是宣传会开场的 小号和唢呐演奏 旧式新跟旧 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另外今年市府也准备 中原限定的豪运爆米花 要送给民众保平安 接着蔡志恒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